猛禽是鸟类六大类群之一 其余五种为鸣禽、射禽、游禽、鹿禽、攀禽 包括了现存所有的鹰形木、笋形木以及萧形木下的鸟类 猛禽下的鸟类均为凶猛的食肉动物 它们都是天空中的王者 在众多的猛禽中 比较为人熟知的就要数金雕了 但是,有人说 在现存十大猛禽中 金雕连前五都进不去 这到底是真的吗? 哪些猛禽能够进入前十? 谁又能摘得贵惯呢? 下面我们来来解一下 既然是排十大猛禽 我们自然是要从多方面考虑 不能只看体型 因为像现存最大的飞禽安地斯神旧 体型虽然大 但是粗钝的爪子、吃腐肉的习性 已经让它没有了竞争性 所以,这十种猛禽必然是体型又大 性情又凶猛 捕猎能力还强的猛禽 基于这个前提 我们再来排一下序 第十名 鱼雕 鱼雕是一种大型猛禽 属于鹰形木鹰科鱼雕属下的鸟类 它们主要分布在东、南以及东南亚地区 从体型上看 鱼雕的平均体长在65厘米左右 一展在80厘米左右 它们通常栖息在靠近水域的森林附近 主要食物以水中的鱼类为主占比超过了98% 与其他鸟类入水式捕鱼不同的是 鱼雕捕鱼身上几乎不会沾上水 因为它们敏锐的视觉会牢牢地锁住水下的鱼儿 然后平行于水面飞行 用爪子将鱼从水中抓起 虽然鱼雕的体型不小 而且有着尖利的会和爪子 但是主要以鱼类为食 让它在猛禽排名中垫了底 第九名 蛇雕 蛇雕是鹰形木鹰科蛇雕属下的猛禽 学名大观就 属于亚洲常见的一种鸟类 它有着平均65厘米左右的体长 一米左右的翼展 以及1.4千克左右的体重 从它的名字上看 我们也不难看出 这是一种与蛇类过不去的猛禽 事实上也是如此 在蛇雕的食谱中主要就是蛇和蜥蜴 许多小伙伴都看到过一只老鹰 被蛇缠住脖子的图片 那只老鹰其实就是蛇雕 不过不用担心 蛇雕建立的爪子 很快就会把蛇拉扯下来 然后用自己强而有力的 恶鸡将蛇一口抱头 下图中蛇缠住了蛇雕的脖子 图片做了处理 以防引起一些小伙伴不适 快夸我 第八名 白头海雕 白头海雕是北美洲的大型猛禽 也是美国的国鸟 从体型上看 它有着平均85厘米的体长 2厘左右的翼展 以及5公斤左右的体重 其实按照这个体型 它在猛禽中应该是排名比较靠前的 但是由于它们生活在海边 主要以海中的鱼类为食 所以就拉低了它们的排名 第七名 蛇鳩 蛇鳩是非洲大陆上的一种大型猛禽 它是鹰形木蛇就磕下的鸟类 也是现存个子最高的猛禽 成年的蛇鳩有着平均1.3米的体长 1.4米左右的身高 以及3.5公斤左右的体重 蛇鳩虽然是一种猛禽 但是与其他猛禽不同的是 它们很少从空中俯充捕猎 而是喜欢悠闲地在地面上寻找猎物 其主要的猎物以毒蛇为主 其中著名的死神 黑曼巴蛇的天敌就是蛇鳩 蛇鳩有着修长的腿和尖利的爪子 一方面能够踢踹对方 一方面能够抓伤对方 而且其会也非常的尖锐 虽然蛇就主要以蛇类为食 但是野兔猫幼等哺乳动物 也是它比较常见的猎物 第六名 白尾海雕 白尾海雕也是海雕的一种 不同的是 它们是欧亚大陆上的猛禽 不同于白头海雕的是 白尾海雕体型更大一些 它们有着平均90厘米的体长 2.3米左右的翼展 以及5.5公斤左右的体重 虽然白尾海雕的主要猎物也是鱼类 但是白尾海雕并不挑食 它们也会捕杀其他鸟类 以及陆地上的小型哺乳动物 甚至在食物匮乏时 还敢与金雕抢夺猎物 成功率较低 但是再捕乳期需要能量的白尾海雕 没有办法 第五名 雕骁 雕骁是现存最大的消息牧成员 它们广泛地分布于欧洲 亚洲以及非洲大陆上 虽然它们的体长仅有65厘米左右 体重平均不足3公斤 一斩也就1米多点 但是 它的凶猛是出了名了 首先 雕骁是唯一一种被观测到 敢夜晚偷袭捕杀有损的猫头鹰 其次雕骁的主要猎物 虽然以鼠类为主 但是在它的食谱中 野兔 黄鼠狼 甚至豪猪 狐狸都在其中 因此 雕骁虽然不及白头海雕大 但是它的捕猎能力已经凶猛程度 要在其之上 第四名 金雕 金雕是北半球最有知名度的一种大型猛禽 它们有着1米左右的体长 超过2米的一盏 最关键的是 上面的猛禽 要么主要以老鼠为食 要么主要以鱼为食 要么主要以蛇为食 都很少去攻击一些中大型的猎物 而金雕就不同了 在金雕的食谱中 主要的猎物都是以中大型的鸟类 以及哺乳动物为主 比如山羊 野鹿 袍子 甚至是食肉动物的狐狸 都经常沦为金雕的猎物 因此 金雕的排名 绝对不是连千五都进不去 相反的 它如果体型再大些 它甚至能够问顶猛禽之手 第三名 虎头海鸟 虎头海鸟是现存最大的海鸟 也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重的鹰 从体型上看 虎头海鸟有着长达1.1米的体长 以及2.4米的翼展 其最大体重达到了12.7公斤 虽然虎头海鸟也是主要以鱼类为食 但是它也会捕杀一些中大型的鸟类 以及中型的哺乳动物 最关键的是 虎头海鸟有猎杀海豹的记录 而海豹 无论是从体型还是战斗力上 显然不是狐狸能够相提并论的 因此 虎头海鸟以其体型和食性成功超越了金鸟 成为了十大猛禽的炭花 第二名 石原鸟 石原鸟是一种凶残的猛禽 它是阴形木鹰科鸟亚科石原鸟属下的鸟类 由于目前石原鸟只在菲律宾发现 所以 它又被称为菲律宾鸟 同时它也是菲律宾的国鸟 作为一种大型的猛禽 石原鸟有着平均90厘米左右的体长 2.3米左右的翼展 以及6.5公斤的体重 通常石原鸟主要栖息在热带雨林中 所以雨林中的灵肠类动物 成为了它的主要猎物 而这也是石原鸟名字的由来 之所以说它是一种凶残的猛禽 是因为它们在捕猎时 习惯先把猎物的眼睛啄瞎 然后再生生的一块块的将猎物撕碎 第一名 脚雕 脚雕与石原鸟有一些相似之处 比如二者体型接近 习性也非常的接近 从体型上看 脚雕的平均体长在100至110厘米之间 比石原鸟长一些 不过它的翼展在2米左右 比石原鸟略小 体重平均在7公斤左右 也比石原鸟要轻一些 从习性上看 脚雕也喜欢栖息在热带雨林中 而且在它的食谱中 灵长类动物也占比较大 不过 比石原鸟强的地方是 在脚雕的食谱中 还有树懒 豪猪 食蚁兽 水豚等中型的哺乳动物 甚至它们还能捕食狮子 因此 脚雕以更广泛的食性 更大的猎物 以及更长的体长 成功地拿到了十大猛禽之手 总结 猛禽不能单以体型为参考 因为有些体型大的猛禽 实际上是食府动物 它们的攻击性 显然没有以捕猎为生的猛禽强 所以综合考虑 在十大猛禽中 金雕能够排在第四位 并不是传言中前五都进不去 而且 以金雕凶猛的个性 如果有食人雕的体型 妥妥地能拿到第一名 就像这种猛禽强的猛禽强